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聂迷宫》 影片一开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作为男子学校的校长吃瓜姐睡不着了 打算起来洗个白白 住在对面男生宿舍的发育地 透过窗口偷窥着自己女神的一举一动 这倒霉孩子偷看吃瓜姐可不是头一回了 属于非常有经验的惯犯 由于这吃瓜姐心脏不太好 因此这姐们刚走进浴室就摔倒了 正在对面偷窥的发育地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了一颤 急忙跑下楼,打算过去来一英雄救美 吃瓜姐的老公人渣叔醒来之后走到了卫生间 看着躺在地上的老婆是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这孙子早就盼着吃瓜姐能快点交换票 这样他就能霸占吃瓜姐的学校 发育地刚跑到过道上 就被人渣叔的情人金发姐给拦住 金发姐说这大半夜都不睡觉 怎么跑这儿吓唬闹了 发育地说校长不对劲,可能要出事 金发姐走进浴室一看他吓了一跳 说他到底交没交犯票啊 人渣叔说不知道啊 经过金发姐的紧急抢救啊 吃瓜姐总算是捡回一条命 第二天的一早 金发姐刚给学生们上完课 吃瓜姐又走进了教室 原来金发姐和人渣叔的情人关系啊 懦弱的吃瓜姐早就知道 由于人渣叔这孙子太混淡了 不仅经常对吃瓜姐家暴 而且对金发姐也很霸道 于是这姐俩就商量着打算把人渣叔给干掉 虽然吃瓜姐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但管事的却是人渣叔 这孙子经常利用植物质变的 苛扣学生们的伙食费 孩子们一到开饭时间呢 脑额都疼 可不吃还不行 不仅如此 人渣叔还经常当着同事的面 数落吃完语 把这姐们儿委屈的啊 整天是以泪洗面 这生活过的啊 没有一点的质量 不过这个人渣叔啊 也不是没有常驻 虽然是一渣男也没什么钱 但人家这身体素质不服 确实不行了 一三五吃瓜二四六斤放 轻轻松松就拿下 但人渣叔活再好 整天折磨人谁也是无聊 吃瓜姐和金发姐 由于有着同样的遭遇 于是便沆贴一起 设下毒计 准备让人渣叔下地狱 他俩首先开车 来到了金发姐在郊外的家 为了找个人证明 他俩没有做案的时间 金发姐还跟租他家房子的 胖大婶扯了会儿的 胖大婶说 咱可有日子没见了 你怎么越变越好看了 金发姐说 你这马屁虽然拍的挺好 但房租一分钱也不能少 吃瓜姐进屋之后啊 给人渣叔打了一电话 说我跟你啊 一分钟也过不下去 明晚八点啊 你来金发姐家 咱俩先签个离婚协议 虽然这一切都准备就去 但一想到马上就要 让自己的老公下地狱 吃瓜姐的心里 还是有点过不去 金发姐说 让那个人渣交换票啊 就是提天行道 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 不然你以后的日子会更惨 星期天的晚上 人渣叔如约来到了金发姐的家 吃瓜姐说旅途劳顿 先喝杯酒润润吧 不得不说啊 这人渣叔的身体素质真的是不错 喝完一杯下了药的酒啊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吃瓜姐说 那学校可是我结婚前继承 离婚之后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人渣叔一听就笑了 说你真是个发芒啊 咱俩结婚以后 你可是把我的名字也写了进去 如果我不签字 你根本就没戏 吃瓜姐一看这孙子思路这么清晰 也有点懵逼了 不过药毕竟是药啊 人渣叔身体再好 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随后两人把人渣叔扔进了鱼缸 在这儿咱必须再次夸垮人渣叔的身体素质 这孙子在水里手跑咬灯啊 可把吃瓜姐和金发姐折腾不清 忙活完之后 两人把人渣叔装箱打包 开车拉回了学校 然后趁着夜深人静啊 把人渣叔的尸体扔到了游泳池里 吃瓜姐说现在咱该怎么办啊 金发姐说等他的尸体浮出水面啊 然后验尸官一化验 肯定会认为这孙子是因为喝醉掉下去领了好汗 可之后一连几天 人渣叔的尸体也没浮上来 这下吃瓜姐可有点坐不住了 转过天 金发姐以钥匙调到游泳池里为借口啊 让人把池子里的水给抽干了 吃瓜姐跑过去一看就蒙圈了 因为游泳池里啊 根本就没有针这儿竖的尸体 吃瓜姐说他尸体哪儿去啊 这也太诡异了 金发姐说也许阎王爷啊 觉得这孙子身体素的挺过硬 带不去自己用 可接下来啊 诡异的事情开始一件一件的出现了 把吃瓜姐吓得是花枝乱颤 吃瓜姐正心烦意乱的时候啊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说在20公里以外啊 发现了一具尸体 外貌特征啊 很像他老公 他急忙开着车赶过去辩认 发现并不是人家书 但他的行为啊 引起了侦探大兄姐的注意 大兄姐说 听说你老公失踪了 我是专门替女人找老公的 现在的男人呢 整天在外面寻花问流招包的狗 把家当成了旅店 玩累的就回家睡个觉吃个饭 然后接着出去饭店 吃瓜姐说 大姐你真是设计查 但我真的不需要你的帮忙 大兄姐决定把这件事啊 插个水落石出 经过调查 大兄姐果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这让他更坚定的认为啊 这里边一定有毛泥 一天金发姐正上课的时候 龙套姐突然不亲自来了 龙套姐说 我已经怀了人家书的孩子 他答应给我钱 让我把孩子给打掉 可这孙子到现在 我都一直没找到 金发姐一听可气得不清了 说你最后一次 见到人家书是什么时候啊 龙套姐说是周日的下午 当时他显得心烦意乱 所以我们俩啊 只是吃了顿饭什么也没干 赤瓜姐说 我老公和龙套姐的事啊 其实我早就知道 去年你刚到学校没多久 他俩就开始吓哭闹 转过天 大兄姐思闯民宅 在金发姐家的浴缸里啊 有了重大的发现 而学校那边 正在拍宣传片的时候 人渣叔的身影 突然在窗口就晃不见了 赤瓜姐说 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啊 就是咱俩杀他那一幕 我真的是快扛不住了 你还是赶快跑啊 跑的是越远越好 对于赤瓜姐 把自己撵走这件事啊 金发姐是越想越来气 他在开车回家的途中啊 突然发现了赤瓜姐 留给他的一大笔钱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 赤瓜姐对他的那份感情 是多么的赤诚了 于是这姐们 急忙把车掉了头 又返回了学校 大兄姐在校园里 下球转的时候 意外的有了重大的发现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这姐们突然就被人 一铁线里走猫圈了 高潮戏终于来了 赤瓜姐正打算洗白白的时候 突然听到楼下有动 他来到人渣叔的书房一看呢 发现不仅电脑自己在那啪啪啪 烟灰缸上还放着 没有抽完的学家 而就在这个时候 录音机里突然又传出了 他和金发姐杀人时候的对话 赤瓜姐一听 吓得是花折安颤 当他惊慌失措的走进浴室 诡异的一幕又出现了 吓得这姐们啊 当时心脏没弄犯 人渣叔拿掉美瞳之后啊 开始对着赤瓜姐不停的凝笑 说你这个大傻猫 这都是我跟金发姐 给你设的圈套 很快金发姐走进了浴室 人渣叔说这下好了 一了百了了 以后咱俩啊 可以名正言顺的吓不搞 而就在这个时候 石瓜姐突然睁开了眼 原来由于金发姐良心发现呢 临时倒戈盘变 影片的最后 是在游泳池里的一场动作戏 俩女人齐心合力 最终让人渣叔嗝屁了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被侦探大兄姐看在了眼里 大兄姐说这王八蛋呢 早就该顶着坏了 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男人一定要自律 别拿感情当儿起 招牢斗狗还家暴 迟早让一个儿的屁